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零分 没想到 给了玛丽老师满分的卢基诺老师居然打了零分 不过 学生组的评分基本没变化 只有奈布少给了一分 依然是平民料理 和平时一样超级好吃 那请问奈布同学 你觉得玛丽老师比哈斯塔老师好在哪里呢 其实味道都很好 可是我觉得从造型来看 玛丽老师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哇 真是到位而又中肯的评价 玛丽老师的平均分为7.6分 哈斯塔老师的平均分为5.4分 所以第一轮比赛 玛丽老师获胜 哎 杰克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有点工作没做完 你不是去食堂当评委了吗 比娃呢 嗯 毫无悬念 玛丽姐赢了 看来哈斯塔要弃一段时间了 吃了那么多好吃的 你怎么看着不太开心 就是因为吃了好多好吃的 自从上次考察回来我就胖了三公斤 明明之前都没有吃太多的 还有 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卢基诺塔 怎么吃都不胖 你怎么知道他吃不胖 我每次看到他 他都在吃 而且他看着也懒懒的 不爱动 为什么还不胖呢 也许他有戳空淡裂 为了查清楚 我决定 啊 你怎么来了 诶 那个 我能不能和你商量点事情 你知道的 我家离这学校比较远 我一般是住在学校寝室 但是呢 最近寝室那边装修 所以呢 所以 我能不能住在你这儿 不行 等等 也就一周而已 不会太久的 我怎么没听说学校装修啊 因为你又不住在学校 当然不知道 我可以睡地板 不行 就个饼板的鱿鱼干 第五限量版的零食大理包 还有Wi的蛋黄豌豆 成交